台北101太魯閣國家公園 故宮博物院等地 都是來台陸客必造訪景點之一 但24號從武漢來的大陸籍女遊客 被診斷出得了武漢肺炎 連帶一向同旅設另一個武漢團 根據李徐社透露 友誼確診的武漢團 十六名團員跟大陸領隊 共17人已擂台 但另外一團也有十幾人 目前還在台灣遊玩 原本要在台灣環島 不知道還會不會成行 但可以確定的是 現在行程受影響 只能轉往較安全的地點 舟船建堂附地非常的廣大 是不少陸客來台的必有景點之一 而藝術氣息濃厚的華山文創園區 可以看展覽 而後面還有大片公園可以踏青 或是台北市的河邊公園 可以看到人潮是非常的稀少 都是有名的景點之一 生怕人口密集地方會有隱憂 旅行車轉往空曠地點 也隨時注意旅客狀況 原本一月二十號就抵台 八天行程 目前團員檢測都數正常 剩下的時間 二十五號在花蓮玩 二十六號回台北 預定二十七號就要離台 隨著武漢團爆出確診案例 帶團旅行社不敢大意 其他團的行程也只能小心 再小心 記者綜合報導 各種再次進行 Math 三十八美元